动订阅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呀,我是小离子 网红歌,网红歌,虽然叫起来是贬义词吧 但是每年都有那么一首网红歌会爆火 而今年啊,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这首暮色回响能成为网红歌的榜首了 翻唱的人是特别多呀 网上都在为这首歌的翻唱分段位了 什么青铜啊,王者呀 我们就不来那么麻烦的 简单来给这首歌的翻唱排个名吧 在你的眸眼如果看着她请别害怕 是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了 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着她请别害怕 是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了 菲利斯的版本盛在改编的伴奏啊 而且她的边弹边唱啊 翻唱其他任何歌曲都是有别具一格的魅力 虽然这才第八 但是除去原唱极星出租 你们能猜到第一是谁吗 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见她请别害怕 是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了 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 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见她请别害怕 是呢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了 小三金的版本是她最近在推的新风格 无声卡琴场 而余珊珊的版本却是变装加翻唱 一向擅长变装的小三金 和一向都以唱功绝胜的余珊珊 她俩是不是对换过来了呀 或许你也听过她说话 低沉或嘶哑 那是她在倾诉她的牵挂 她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见她 请别害怕 是呢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她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见她 请别害怕 是呢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见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了 她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见她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啊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啊 就这首歌而言 我觉得尖尖龙的版本唱的很有感觉 甚至比网红比祖风题目的还要强一些 但是这第三码比起第一第二是不是差的多了些呢 而且还是第一第二在轻唱的情况下 她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她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眼如果看见她 请别害怕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啊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整风一片夜一个夜深的触碰都好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所以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就是视频观看 同一个型窗 相见一的香谷 我们下期望 这符个小是吧